Hello,大家好,我是小张 我现在到我们日照这边最大的一个海鲜市场 十具海鲜市场 我打算挑战用一百元做一顿丰盛的海鲜晚餐 我们现在挑一条,现在的海鲜总类特别的多 老板,现在这个河下多少钱已经 九十,九十啊 太昂贵了,消费不起 白点,死了吧 大厦下多少钱啊 二十五,二十五啊 不要二十块钱的 我们再去看看别的 买一条黄花鱼或者鲁鱼清蒸汁吧 鲁鱼怎么买的 黄花鱼呢 黄花鱼是鸡 要一条鲁鱼吧 二十四块钱 费类比较便宜,来点费类的 好了 现在这种小海鲜怎么买的啊 小海鲜二十 这种呢 那种三十 还有四十六块钱,还能买你什么呢 老板这个,二十二十啊 我称一斤 一斤能称几个 一斤称到几个是吗 一斤,一斤,称这么多啊 不是,吃一份就行了 回家接着吃,很好吃 行了 那够了一盘 够了 一斤饭要不得,一斤饭要不得,一斤饭要不得,你想想想多少钱啊 你算一下多少钱 二十六啊 好吧 你还要吃,你还要吃 他有二十块,他有废物的二十块,能买点什么呢 这个你给我找一斤的呗,我只有二十块钱了 要一个啊 嗯 大楼 上面不都是洞吗 那你啊 看这有洞吗 你在里面 啊,罢了罢了 要一个 要一个,只有二十块钱 十九 十九啊 他能,他能少一块钱呗 少一块钱呗 好吧 来,谢谢啊 谢谢 完了这么多的海鲜啊,还剩一块钱 现在我们回家做啊 肯定会做出满满一大桌子的三个海鲜饭 这些海鲜全都回到家打理好了 这个,这个扇贝 这个鱼是我婆婆在煎的 我煎鱼不带行 火候把握不好 油煎舌踏鱼做好了 上桌了 我打算做一个蒜蓉粉丝蒸扇贝啊 把这个扇贝放到泡发好的这个粉丝上面 我这个也正是太巧了 选的这些扇贝,一个带黄的都没有 我们炒了蒜蓉酱 蒜蓉切末的扇饼了 用油炒一下 放点盐 放点白发糖 放点蚝油就可以了 小简单 我们把这个蒜蓉蒸粉丝放到这个锅上蒸一下啊 顺便把这个鲈鱼也蒸一下 我刚刚在上面放了一层油 放点那个姜丝 这个葱花去去腥 开火蒸个七八分钟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炒个茄子大虾啊 葱姜爆香后放入大虾 炒至颜色泛红色 我放入这个番茄酱 一个倒的水 炒出来的根 接下来我撒一碗小香菜啊 点缀一下就可以上桌了 接下来我们再炒一个这个乌鱼啊 葱姜跟小米辣 炒香后放入这个切好的乌鱼段 再放入韭菜 放入葱花 淋上热油 这个鱼身上也淋上热油 再来一个 炒香了 很丰盛是不是 100元 海鲜大餐 先尝尝这个茄子大虾 嗯 很好吃 尝尝这个鱼 这个煎鱼特别好吃 我们这边都卷店面 看这个鱼肉 好久没有吃这个煎鱼了 嗯 好久没有吃这个煎鱼了 看到特别的美味 嗯 嗯 好香 来到煎鱼 要紧一点 嗯 哎呀 嗯 好香 这粉色很好吃 嗯 嗯 嗯 今天要啥鱼就转车了 嗯 今天下可贵了 市场上活下九十一斤 嗯 嗯 好 辣不辣 嗯 烤的蒜 蒜哦 咱们今天这期的视频就先录到这里了 大家想看我吃什么 然后可以在评论去告诉我 下期再见 拜拜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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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老娘 就想看我 咱们